我们看一下川普的事件 在宾州造势场居然被开枪 一颗子弹从他的右后脑杀 右后脑杀就是这样子插过去 当场流血 那现场当然很混乱 后来呢川普人没事 那么在枪结案后 他第一次接受访问哦 来我们看最新的访问 当时他因为转头 在说明一张有关非法移民数据的图表 哇意外躲开原本瞄准他 可能是没心的子弹成功捡回一命 他一向习惯在造势场合当中向前看 因为这张图真的是救了他一命 美国前总统川普迪达密尔瓦基 才刚下机又做出握拳振臂的手势 由于拍摄角度的关系 无法看到他诱饵的伤势 但他看似一如往常状态良好 而川普也在预袭后 首度接受媒体访问 枪击当时他正在台上演说 正当他转头说明 有关非法移民数据图表的时候 意外躲开原本要瞄准他头部的子弹 成功捡回一命 而川普也说 如果那时没有转头指向图表的话 子弹很有可能就会击中要害 对此华盛顿观察家记者就表示 川普其实在任何集会上 都是向前看 也从不会做图表说明 而川普在枪击发声后表示 多亏边境巡逻队的图表救了他一命 另外还有纽约时报摄影师 在第一时间意外拍下一张川普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照片 当川普向右看时一道白色子弹轨机迅速从川普右边后脑勺擦过 场面可说是触目惊心 而川普接下来也将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演说 不过他决定重新改写演讲稿 不再把重点放在攻击拜登 而是希望利用这历史性的时刻 高喊团结争取选民的支持 届时也将在会上正式将川普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同时公布川普副首人选 不过碍于州法无法限制带枪民众接近会场 FBI也说并不会因此戒备升级 届时全代会气氛可能会更加紧张 记者综合报道 川普的枪击案幸运躲过一劫 但是福斯新闻有这么一个报道 民主党籍的众议员汤普森的幕僚 居然把这种低级的玩笑拿出来开 他在枪击案发生之后 他发了一篇文 然后就这样写 他跟大家翻译一下 他说我不赞成暴力 但是请你去学一下涉及课程 这样下次你就不会错过了 然后最后还开玩笑 自以为幽默说那不是我说的 这篇网友已经被骂翻了 那虽然说他已经删文了 但是很抱歉 他还是没有办法躲过 You got fired 川普名言的命运 最后他就被开除了 所以有些玩笑真的别乱开 再来我们回到案情的本身 川普到底要杀他那个枪手 是为什么呢 动机在厘清当中 那么其实媒体也还原 难道他到现场 没有人觉得哪里怪怪的吗 原来他现场的足迹 一一分析 当地的警长告诉媒体 其实事发前就有远警觉得 屋顶上有些可疑的人 但是还来不及阻止 遗憾就发生了 We have new information now on the shooter's movements just before and during the assassination attempt against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CNN's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shooter was roughly 150 meters away from where Trump was standing at the time he started opening fire that's less than 500 feet away from the former president we're also told by Butler County Sheriff Michael Sloop that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local police officers got word of suspicious activity on the rooftop around there and went and investigated it at that point according to the sheriff one officer hoisted himself up to the ledge of this rooftop here saw the gunman the gunman saw the officer according to the sheriff and pointed his weapon at him at that point the sheriff had to drop down for his own safety because he was clinging to the ledge of the roof and did not he was not able to draw his weapon to engage the shooter so he had to drop down for his own safety also we're told by a senior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 that just before the shooting the shooter was seen acting somewhat suspiciously in the area of magnetometers they would presumably be in these areas here not clear exactly where he was around these magnetometers but according to a senior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 he was acting somewhat suspiciously around the area of the magnetometers the key question is what was he doing was he probing for a possible shooting position was he on a recon mission that will be brought out in the investigation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海军 在进行海上联合2024的军事演习 出海前中俄都进行了交流 我们一起来看现场 我们非常喜欢 战士们很好地展示了 中国的太极拳 他们用舰用得很好 每个人都很好地交汇了 我们太极拳的基础动作 这画面太另类了 大家一起来打太极拳 那另外中方参演的官兵 也登上了俄罗斯响亮号来参观 响亮号其实是 俄罗斯的北方舰队的护卫舰 多次到中国大陆去友好访问 那中俄双方呢 现在官兵还进行了一些 比较友谊的活动 比如说拔河比赛啦 还有篮球的友谊赛 君眼前先来培养感情 增加默契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